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多和少也是反义词 不错 那像这样由一组反义词构成的词语 你们还知道哪些呢 我还知道长短 快慢 这位同学说得很正确 我们再来齐读一遍课题 大小多少 请同学们打开语文书 借助拼音自己读一遍课文 注意读准字音 读通句子 第七课 大小多少 一个大 一个小 一头黄牛 一只猫 一边多 一边少 一群鸭子 一只鸟 一个大 一个小 一个苹果 一颗枣 一边多 一边少 一堆杏子 一个桃 这位同学读得很流利 我们看 上单元我们在学习四季时 学习了给儿哥标小节 大家还记得吗 我们看看大小多少这篇课文 一共有几个小节呢 请你们标在语文书上 一共四个小节 每个小节两行 这位同学说对了 像这样 一二三四 标好小节号 看看你标对了吗 这节课我们要认识的生字朋友 在双栏线中 请你们在文中圈出来吧 对照屏幕 看看你都圈对了吗 如果有错误 请你们改正过来 同学们 让我们一起去认识这些生字朋友吧 看 带着拼音小猫的词语朋友来了 请你们拼一拼 读一读 得我多 是熬少 多少 和我昂 黄 那油 牛 黄牛 一 只 摸凹 猫 一只猫 一 波一安 边 一边 一阿 鸭 子 鸭子 破银 瓶 瓶 歌物我 果 苹果 西印 杏 子 杏子 特熬 陶 陶 想要读好这些词语 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老师我想提醒大家注意 一鸭子和杏子 第二个字都是青生 是的 青生要读得短而轻 跟着老师再来读一遍 鸭子 杏子 去掉拼音小猫的词语朋友 你们还能读准确吗 快来试一试 多少 黄牛 一只猫 一边 鸭子 苹果 杏子 桃 这位同学读得很准确 同学们 你们看 上面一行是动物 下面一行是水果 这节课 我们就一起进入动物乐园 去看看认识哪些动物朋友吧 你们看 谁出来迎接我们了 快来喊出他的名字吧 后安 黄 那有 牛 黄牛 大家看 这是牛的甲骨文 观察图片 上面的部分就像牛头上的脚 你们能用牛组个词吗 水牛奶牛 说得不错 再看 这是赫乌昂黄 黄色 生活中你们见过什么是黄色的 香蕉 香蕉是黄色的 我家的沙发也是黄色的 这两位同学真会观察生活 大家看 小猫妹妹来了 快来叫出她的名字 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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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左半边是反犬旁 同学们 反犬旁的字 你们还知道哪些呢 反犬旁的字 我知道 小狗的狗 还有猴子的猴 观察这些字 猜一猜 反犬旁 和什么有关 老师 我猜 反犬旁 和动物有关 这位同学说得不错 接着 谁来了 一阿 鸭 鸭子 大家看 鸭的右半边 是鸟子旁 鸟子旁的字 你们还知道哪些呢 我知道 鸡 还有鸽子的鸽 它们都是鸟子旁的字 我发现鸟子旁的字 和家禽鸟类有关 这两位同学说得很正确 同学们 小动物结伴走来了 观察图片 看看你们有什么发现 我发现 黄牛的个头很大 小猫的个头很小 没错 从个头上看 一个大 一个小 请你们读 一个大 一个小 再来看看 你们又有什么发现呢 我发现 有好多鸭子 有一只小鸟 是的 从数量上看 一边的鸭子多 另一边小鸟少 跟老师读好这个字 波伊安边 请你们读 一边多一边多一边少 一边多一边少 同学们 让我们一起观察图片 比一比动物之间的大小多少 读一读这两个小节吧 一边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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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边少 一群鸭子一只鸟 你们发现了吗 每一个小动物前面的词语有不同 我们快来读一读 一头 一只 一群 跟老师读好这个字 支 你们有什么好办法记住这个字吗 可以用加一加的方法记住这个字 考加八就是支 不过支的最后一笔变成了点 不是那 同学们真有好办法 我们再来看一看 括号里应该填上什么词呢 一头黄牛 一只猫 同样是数量一 为什么黄牛用头 而小猫用支呢 因为黄牛的个头很大 我们用头来表示 这位同学说得很正确 我们再来接着看 请你们填一填 一只鸭子 一群鸭子 我发现有很多鸭子 我们用群来表示 同学们 括号里还可以填上哪些小动物的名字呢 请你们试着说一说 学习伙伴都说对了 我们再来看一看 让我们观察图片 比较动物的大小多少关系 来填填空吧 一个大 一个小 一头黄牛 一只猫 一边多 一边少 一群鸭子 一只鸟 同学们 让我们用自己喜爱的方式 读一读这两个小节 你们想怎么读呢 老师 我想拍着手 打着节奏读 一个大 一个小 一头黄牛 一只猫 一边多 一边少 一群鸭子 一只鸟 这首儿歌 节奏感很强 很适合拍着手 打节奏读呢 同学们 你们可以用自己喜爱的方式 再来读一读 如果我们去掉文字 观察图片 你能试着背一背吗 一个大 一个小 一头黄牛 一只猫 一边多 一边少 一群鸭子 一只鸟 这位同学背试得很流利 今天我们在动物园里 认识了这些动物 接下来 让我们学习 写两个动物的名字 请你们看 第一个字 鸟 回忆我们观察汉字的小口诀 听一听学习伙伴怎么说 一看结构 抓特点 鸟 是独体字 写在前字格的正中间 上窄 下宽 没错 鸟字要注意 上面写的小一点 下面写的宽一点 二看笔画找位置 鸟 第一笔 撇 其笔在树中线上 第二笔 横折 勾 写在横中线 勾 手笔在树中线上 这位同学观察得很细致 老师再补充一点 鸟的第四笔是一个新笔画 竖折折钩 写的时候要注意 一次的折 压横中线 略向上倾斜 二次的折 注意向内收 三看笔顺 慢慢写 请大家跟我一起书空 鸟 一笔撇 二笔横折钩 三笔点 四笔竖折 折钩 五笔横 感谢学习伙伴的提醒 接下来 请你们看看 老师是怎么写这个字的 第一笔小撇 树中线起笔 第二笔横折钩 第三笔点 第四笔竖折折钩 横向的折要拉宽一些 竖向的折向内收 最后一笔长横要拉长 注意最后一笔长横 不要碰到旁边的笔画 请同学们在语文书上 描两遍写一遍 注意坐姿和握笔姿势哦 让我们来看看 这位同学的书写 对照鸟子上窄下宽 我们看 这位同学上面的书写 有点太宽了 对照新笔画 竖折折钩 横向的折压横中线 我们看这个字写的有点太靠下了 如果修改之后 是不是更规范了 接着我们来看下一个字 牛 听一听学习伙伴怎么说 一看结构抓特点 牛是读体字 写在前字格的正中间 二看笔画找位置 牛的第三笔横 压横中线 最后一笔数压数中线 三看笔顺 慢慢写 请大家跟我一起书空 牛 一笔撇 二笔横 三笔横 四笔数 感谢学习伙伴的提醒 接下来我们一起看看 老师写这个字 左上格起笔 第一笔短撇 第二笔短横 第三笔长横 压横中线 左低右高 最后一笔数 要出头压数中线 请同学们在语文书上 描两遍写一遍 注意坐姿和握笔姿势 我们来看看这位同学的书写 牛字两个小横 上面的横略短 下面的横要写长 压横中线 我们看看修改之后的书写 是不是更规范了 同学们 这节课我们在动物乐园 认识了动物朋友 真是收获颇风 下节课 让我们继续去开心果园 欣赏果园的风光 同学们 再见 谢谢你的 人来了